隔墙细听 机械声越来越大 代表以色列大军正在逼近 哈马斯则是从旁突然用火箭筒伺候 这种暗中观察目标后 偷偷来一个开炮突袭 一直都是哈马斯对抗乙军的主要战术之一 哈马斯再度释出这支最新作战影片 还秀出已知装甲车碎片散落尾地 甚至特别拍摄象征以色列的六星幅 号被踩在哈马斯脚底下 就是要像以色列说 想打败哈马斯没这么容易 不过整体来说 已知仍然是战上风的那一方 几乎没有悬念 尤其在加萨相对不熟悉的巷弄和地形下 依旧强势缤纷夺路 目前包围甘友尼斯的行动正如火如土进行 已军在郊区的班尼苏海拉 持续攻击一栋一栋哈马斯藏身的建筑 至于躲在地道的哈马斯官员 要怎么对付 最近就传出已军要用淹水战术 至于淹水战术要怎么执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正在从地中海抽取海水 准备向地道口灌进 而且同时11月就已经安装了五个帮铺 最近又在加装两个 从筹备到实际进行海沟 预计要花上好几个礼拜 而目前只是还在初步阶段 然而对淹水战术的疑虑还不只这样 针对这场战争 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的确越来越大 替以色列总理纳腾雅胡 坦诚这件事后 以色列国防部长也承认 美与双方意见有落差 只是要怎么让拜登继续给予支持 绝对是以色列很大难题 特别是拜登政府现在也很头痛 美国国内力挺巴勒斯坦的声音持续扩大 当第13号早上 大批民众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 直接阻挡所有线道 还进一步席地而坐 形成一场串人链 从空拍角度看 示威者后面全是密密码码车龙 高速公路宛如成了大型停车场 后来共有75人遭到逮捕 但尽管如此 他们的抗议以及数周以来 全美遍地开花的示威 早就让美国政府绷紧神经 而不同于美国 以色列上下则是几乎一条心 尤其以色列境内至今 还是不断被哈马斯火箭袭击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13号 只有一间超市被火箭碎片打中 就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 绝对只会让以色列人民 心中的暴富之祸更难熄灭 TVB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